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去吧 我们大哥在上面等着你呢 大哥 我叫赵晓阳 是金总派来的 赵晓阳 金总可好啊 挺好的 谢谢您的关心啊 其实叫你来呢 就是想看看你们 最近风声紧 龙哥也被抓了 那个周 大宏 对 他还挺狡猾的 我得想看看是不是公安给我下了个套 大哥想的周到啊 我见了你们的人就无所谓了 我跟金总认识这么多年 他的海螺音四号 有多少 我要多少 价钱自己看着办 好啊 对了 您给我带个东西给金总 顺道跟他说 货什么时候运 怎么运 他看着办了 好啊 干得不错 这样 这事 你去和他联系吧 替我谢谢他 跟人客气点 货嘛 我会找个合适的时间 送到他的地盘上 老大 货在哪儿呢 这个事你就别管了 我让雷子已经准备好了 好 还有啊 你 收空去一趟天中 找到彭信宇 你告诉他 我有一批收藏品要出手 那他给我准备些车 是瓷器吗 就是写瓶瓶罐罐之类的 也有瓷器 我东北有个朋友 他喜欢这个 他送到东北给他就算了 老大 咱们现在还是小心一点 既然是瓷器 那发建方 我就联系和瓷器一程 接收方 就找个装饰公司 这些东西装饰公司用得上 即便路上遇到点麻烦警察查起来 咱们也没什么事了 您看行吗 行 想得很周到 这样吧 这事你去办 嗯 小杨知道 今夜对自己只是部分信任 什么运输瓷器 没准是用来试探自己的 眼看任务进入倒计时 警方失去联系 姐姐依然身在虎口 小杨内心十分焦急 他决定 在完成任务的同时 见机行事 只要能救回姐姐和外甥 达上他这条命 也在所不惜了 来 毛豆 过来 过来 我跟你 我让你跟踪赵小杨 你都看到他干什么呢 他呀 什么都没干 到处逛 我 各个人你都不会 他 他 他发现我了 滚 好 这次是逼对方 我们都二十四个头 好 好 好 喂 彭总 我要见你 我很忙啊 不方便 听说你保镖越来越多了 对啊 二十四小时 免费的吗 我可是你的老朋友了 这点儿交情你也不讲啊 这么着吧 我在你爹分前死等 你自己想办法赶紧过来 不见不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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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你 找的什么地方啊 你找我啥事呢 非得在这儿说呢 电话怎么说啊 你不知道吗 现在只有这死人的地方啊 才不被警察监控 那倒也是 我们老大要三辆车 运瓷器 这好办 物流公司嘛 什么都能运 就是不能运毒 这次运输瓷器的数量很大 所以你们必须准备 专业的运输合同 委托运货的一方 最好是瓷器厂 接收方式这个 辽宁省沈阳市 是石美莱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哎呀我的娘 这么复杂 手续拳才安全 哎小杨 看见我娘了吗 她跟我姐在一块 人为生 这个经验 真够狠 老大 是吧 彭欣宇那边准备得怎么样了 她说得花些时间 多长时间 几天 具体没说 她说手续复杂 得多花几天时间去办 小杨涵 小杨哥 怎么了 没事 被莱子修理了一样 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跟着你的事 是啊 老大都快走了 是啊 货出手了 我们就该散了 货在哪儿 我们把货 都做到那些瓶子 灌在里面去了 老大一走 分点钱 我就回家开个小店 结婚过日子 有女朋友了 有 网上认识的 我跟她说 我是卖彩票的 等我要是有了钱 我一定干一番大事 我要开个彩票点 是吗 刘儿 你现在怎么还来得及 你要是被警察抓住了 就算在监狱里 蹲个两三年 人家还能跟你吗 我没钱 没工作 就算她能努力 她家人呢 她家人也不好努力 我这有钱啊 你要用 你就拿去 你把钱都给我了 你以后怎么办 我还不知道能不能 活到那一天啊 就算 真的有那一天 就当我见你了 那时候还给我了 哥 好了 今天晚上来找我拿钱 拿了钱就下山 别再淌这趟浑水了 好 快走吧 快走吧 过住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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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斤半夜 你妈在闹什么呢 老头 小杨差点把毛豆放过 老大 老大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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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跑啊 是他 是他让我走的 是小杨让我走的 小杨说老大要撤 让我先走一步 是吗 小杨把车钥匙给了毛豆 想让他开车跑路 我再三强调 不许离开自己办法 要么就留下 要么就死 你忘了 老大 他 是我放他走的 我甘愿受罚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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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自己要走了 跟小杨哥没关系 我听说老大要撤了 我就在小杨哥睡觉的时候 然后偷了他的车钥匙 准备跑路 老大我错了 我错了 我错了 老大我错了 毛豆 这平常看你捏不敲的 不像是你那大作为的人 看不出来啊 你等着都不行啊 老大我求求你了 放过我吧 老大 放开 既然进来 出去 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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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我了 小杨眼睁睁地看着你 老豆为了掩护自己 被雷子活活掐死 但是他却毫无办法 小杨清楚 现在是关键时刻 自己不能有任何闪失 我一再地跟你们说 现在是非常时期 要加强管理 他们要跑出一个人怎么办 嗯 他们会把警察招到这儿来的 现在的当务之际 是要赶快把货出去 你马上 给彭琪尹打个电话 告诉他 最迟明天晚上十点半 必须出货 爷子 你跟我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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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毕竟他曾经是自己最亲亲的人 顾阳思前想后决心孤注一掷 下山去找方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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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谁 是我 我有话跟你说 方婷 别开枪 让我把话说完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想告诉你 我是一个警察 我是卧底 你胡说 我没有胡说 从我跟马晓鹏开始 不可能 你别再骗我了 良知就是你杀死的 我在他目前发过誓 我一定要亲手打死你 方婷 良知不是我杀的 她是今夜亲手杀死的 是我把良知送到了医院 可是 太迟了 你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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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 协子回家的短信 是我给你发的 方婷 我真的没骗你 你相信我好吗 赵小阳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周队昏迷了 你就可以胡说八道 满天过海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以前你跟着静眼他们 那帮人无恶不坐 现在你看着他们大势已去 你就想出卖他们 骗取我们的信任 赵小阳 你好阴险 怪不得良知以前一直怀疑你 我们都还不相信 这个是什么 你知道吧 她是良知在去医院的路上交给我的 她跟我说 这辈子唯一爱过的女人就是你 她托我要好好照顾你 周大红出事那天是我报的警 猪头也是我打死的 你可以不相信我 到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静眼那批最大的货马上就要运走了 你们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 你别说了 我不会相信你的 我要亲手杀了你 也非良知报仇 静眼获得买家叫我 嫖愧韩国人 他们会把货伪装成一批瓷系 让彭新宇找车运出去 首件人是沈阳十妹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好了 我的话说完 你开枪吗 走跟我去公安局 走啊 方婷 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要对你说 这句话别在我心里很久 虽然这段时间我们没有在一起 甚至我还做出了种种恶行伤害呢 但那是因为我有任务在身 在我心里 在我心里 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你 从来都没有 是 我现在还不能跟你回公安局 因为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你要是不信我就开枪吧 我死在你的手里 我心甘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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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想到我 你还没有 我心甘情愿 我心甘情愿 你能不能这样 我心甘情愿 你也不信 一年前 这里还是小阳幸福和希望所在 可现在 他和方婷两个人 已经成了拔刀相向的仇人 但是 方婷毕竟没有开枪 小阳心里 又闪现了一丝希望 他暗暗下决心 即使是死 他也要把罪犯绳之以防 向方婷证明自己的清白 小阳你干什么去了 小阳你干什么去了 老大曾经说过 谁也不准离开这个别墅 你是不是给警察通风报信去了 说 赵小阳 一直以来 我是拿你当半个儿子来培养 任何事情我都替你罩着 你居然还对我存有二心 老大 我对你绝无二心 远的不说 米娅被捕 他们是不是把你故意放回来的 我这个人最讨厌的就是 三心二意的人 正好 今天是猪头的三七 我要用你 你姐姐还有你的外甥 三条命来祭奠猪头 老大 我不是他们那人 我不是警察 请你请我解释好吗 我先问你 米娅出车祸 是不是也是你干的 不是 老大 如果我是警察 我干吗还要自己回来 我直接把他们领来不就完了吗 老大 对不起 我不该瞒着你出去 因为警察在通缉我 我不知道 日后还有没有机会 再去给我妈上分 老大 我错了 你敢说你不是卧底 我崩了你 我不是卧底 请便 雷子 你再说你不是卧底 我不是 是 雷子 托进地下室 走 走 我说你啊 可别光想着死 你看看这个小家伙 踢动了多有劲 准是个男孩 是吗 是 准是个男孩 他们要是不放你走啊 我就来给你接生 这些恶鬼啊 他别的啥都不怕 就怕听着小孩儿的哭声 你这把孩子一生下来呀 咱们俩就有救了 小杨 姐 姐 姐 小杨是你吗 姐 我是小杨 姐 小杨 姐 你听到了吧 姐在这儿呢 小杨是你吗 姐 乱住他 是 不要 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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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爸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小杨画下的那些图案 正是他们从前的联络爱人 意思是保重我爱 看到这些方婷心外如麻 毕竟小杨是她的初恋情人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 是方婷心中永远难以忘却的记忆 一件件往事涌上心头 方婷想起小杨 以前对她的种种柔情和体贴 心中对小杨的恨慢慢开始动摇 可是方婷依然无法打消心头的疑问 经历了这么多时间 她还能够相信赵小杨吗 不过是否在这些图案里 和她的故事 在这些图案里面 也不过是否在这些图案里 在这些图案里面 有些图案里面 有些图案里面 睡得好吗 昨天晚上我梦见你了 还有我爸 我 我们三个还像以前一样 一起去郊游 我心里特别开心 诸书 你听见了吗 你要是醒来该多好 我有好多好多话都想跟你说 你当了一辈子警察 为了当警察 牺牲了自己的生活和爱情 让志走了以后 我就下定决心 要做一个和你一样的人 可是周叔 你告诉我 我可以吗 我是个好警察吗 梁志不在了 这段时间 我天天告诉自己 一定要亲手杀了赵晓阳 为梁志报仇 为我爸报仇 可是 昨天晚上 他自己送上门来 我就还是很下心来动手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 周叔 我不知道 我想恨他 我好想恨他 可是我怎么就恨不起来呢 周叔 我 我 我做了半夜的梦 梦到的 全都是以前我跟他在一起的事情 我是不是很没出息 周叔 你怎么还不醒呢 周叔 只有你能告诉我 那个人说的话究竟是不是真的 快醒醒 快醒醒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呀 我该怎么办周叔 我该怎么办呀周叔 月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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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场肯定还有第三个人 什么 第三个人 周队受了重伤 猪头又死了 如果没有第三个人在现场 那是谁报的警呢 你怎么了 对不起 我有急事 有劳 小菲姐 我能听听周队受伤那天的报警录音吗 那天我正好没在 可以啊 你去资料室啊 公安局吗 周队受伤了快来加分了 伟龙 小杨 周队受伤那天的电话 有关系 能回你 闺迪 你告诉我 出什么事了 昨天晚上 张晓良来找我 他告诉我 他是周队安插在藩都集团的卧底 你 我在周队脖子上发现的 这是我以前给赵晓良的护身符 他还说 经验让彭晋雨运移批货到沈阳 里边装的全是毒品 这件事情现在只有周队说得清楚 可是周队他现在 冷静 我们再等一等 这样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 他一定还会在里找你 我觉得他出事了 你知道吗 小菲姐 我真的感觉他出事了 先别着急 先别乱想好吗 这样 他不是说让彭晋雨出货吗 我们先盯着彭晋雨 然后顺藤摸挂 一定可以找得到赵晓良的 相信我 赶紧行动吧 老当 彭晋雨那边传来消息 说警察在查他的车 而且一辆一辆排查 我看 咱们今晚走不了 看来要另做打算了 你赶紧通知那边 完了之后跟我去看看学阳 是 自己看吧 我是本本分分的生意人 我做什么呢 我什么都没做 今夜这两天有没有 就找你运工货